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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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阿彩 李宗盛 我是阿彩 這幾天阿彩在大陸的超市裡面 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我們中午 不想要出去外面吃 或者不想要在家裡面自己煮 這樣的產品就非常的適合你 它就是主打說 不用熱開水 也不用插電 就可以有一個熱騰騰的中餐可以吃喔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就這個 字幕志愿米飯 魚香肉絲口味的喔 你可以看到這邊 不用開水 不用...什麼 火電 不用電 8到15分鐘就可以享受一個熱騰騰的中餐喔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阿彩今天選的這個是魚香肉絲的口味 那它這邊的使用方法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 用手擠壓米飯盒 使米飯鬆散 然後第二個 用勺子把這個米飯化開 然後第三個 就是最重要的這個 把發熱包放在底部 然後再把水倒進去 然後再來就把飯放在上面加熱 然後菜料包的部分就放在下面 等15分鐘之後 就可以吃這個飯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材料的部分 它的白米飯是用米跟水做的 菜料包的部分 它是豬肉 水木耳 還有一些辣油 等等的東西 好我們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首先打開蓋子 裡面它有一個湯匙跟 然後一個菜餚包 一個米飯 然後裡面還有一包 發熱包 然後還有一包水 那所有的材料就是 以下這樣子 好首先我們先打開這個 白米飯的部分 那利用它這個湯匙的 後面這邊 把它割開 它這個 白米飯的部分 就像那種煮熟的 的飯 然後放冷之後的那個味道 那接下來是它的 發熱包 跟它的水 它這個水就是 一般的擺開水 好 那我們把 發熱包 打開 然後把它放到這個 底部放平 那在加水之前的話 阿才建議說 先把這個蓋子 它這個前面這邊 的孔 先把它打開 待會再其他 可以順利的跑出來 然後先試試看 這樣蓋上去 然後這樣蓋上去 是不是可以 手感是不是 可以 很順利的放上去 因為待會這個水 加進去之後 你只有15秒鐘的時間 它就會發熱 然後那時候就會很燙 然後那時候 如果你還在那邊 弄不好的話 就會很麻煩 所以你先試試看 這樣子的路徑 是不是 可以 很順利的 在15秒鐘之內 可以玩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先把水倒進去 15秒鐘的時間 趕快把飯蓋上去 蓋起來 菜肴 放最底部 然後再把飯蓋上去 有沒有看 有沒有聽到聲音 冒出蒸氣來了 看到沒有 現在這個部分是很燙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等15分鐘的時間後 就可以吃啊 那我們就靜待15分鐘後吧 好的 已經15分鐘了 那拿的時候 它還是很燙的 有溫度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喔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來看看吧 熱呼呼的 有沒有看到 還有一些水蒸氣 好的 它已經完成了 那這邊 呼鼻而來的 就是魚香肉絲的味道 現在來試試看它的 吃起來 實際上吃起來的味道 是怎麼樣的吧 那拿的時候記得小心 它還是有溫度的 那剛才這個 飯剛還沒蒸的時候 它是那種 煮好的飯 然後放人做的味道 那現在 吃吃看吧 就像現煮的白飯一樣 魚香肉絲 首先陰霧眼簾的是這個 魚香肉絲的肉絲 然後還有筍乾跟末 那我們都知道 魚香肉絲是 中國川菜的一種 那魚香肉絲裡面 它是沒有魚的喔 它會有魚的味道是 因為它用了 薑啊 蒜啊 泡紅椒等等的去炒出來 有一種魚香的味道 所以 魚香肉絲裡面是沒有魚的 非常的好吃 真的 跟出去外面吃的味道 真的很像 真的 那接下來阿彩就把它吃完吧 在錄影 在拍片 謝謝 阿彩已經吃完這個 滋熱米飯了 那其實它的味道 出乎阿彩的意料之外 就是真的還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很方便 如果不想要出去外面吃 也不想要在家裡自己下廚的話 那用這樣子吃 還蠻方便的 阿彩在大陸超市這邊買的 一個費用是10塊8 其實也還OK 如果懶得出去的話 也可以在家裡 試試看這樣的一個商品 那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阿彩烈賀是 阿彩日常生活中 一些人事物的紀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訂閱下面的頻道 來追蹤阿彩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這兩邊是阿彩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點去看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